新年快樂 萬事如意 立法院新春團拜 藍綠白三黨立委都來了 院長韓國瑜不忘精神喊話 立法院是國家的火車頭 我們不僅要為引擎填滿動力 每一個部門 每一個單位 螺絲一定要鑽緊 不叫而殺 當然為此虐 韓國瑜爾提面命要大家 螺絲鑽緊還說自己是新同學 那這是國瑜第一次擔任立法院院長 希望大家可以把我看成新同學 沒有一個委員或者黨團聲音是獨大的 都要予以一視同仁的尊重 彼此要認知到我們都是一家人 韓國瑜強調自己的公正性 不會偏頗哪個政黨 而身為國會最大黨的 國民黨團總召傅昆琦 公開向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喊話 中華民國在台灣75年 第一次碰到三黨不過半 而且屬性完全不同 這是一個國會改革最重要的契機 以及關鍵的時刻 我從2月7號感冒到現在都沒有好 柯總召好朋友手下留情好不好 柯總召你先親一下 這也沒有回線亂再講這個問題 我希望這個一團合氣能夠持續久一點 不要等一下走下電梯的時候就開幹了 有時候有免不了要對抗 但是我覺得合作多一點競爭 可以少一點對抗可以不要那麼厲害 藍綠黨團總召親自出席上台致辭 卻獨缺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 由副總召黃珊珊帶打 鄭重的像我們的院長副院長還有其他黨團 有參與團敗的委員們 所以說不好意思 不過我們內部本來就工作上面有分工 這個事情不需要做太多的政治聯想 黃國昌缺席團敗要外界別過度聯想 立法院明年才要開議 藍綠白三黨早已批評過招 明日宣傳連追 這位NG小組看不到